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阿语老师 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呢,就是关于什么呢? 表达心情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就读什么呢? 生词 首先跟我一起读 酵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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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酵� 好,我们再读一遍啊 跟我一起读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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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自然 叫 不自然 ..." Said OK Said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高兴的意思 高兴就是Said的意思 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很高兴 所以就是Said 或Said 他高兴 对不对 或Said 或者Said都可以 声调不怎么重要的 Said就是高兴的意思 OK 高兴的是什么呢 反义词呢 就是Sangsin 对不对 Sangsin Sangsin 用阿拉伯语是怎么说呢 Haz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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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看了你的朋友 他是很高兴的 所以你说 Said 你是很高兴的 Said Said 看你的朋友 像这个样子一样的 就是很伤心的 不高兴的 就是阿拉伯语是怎么说呢 Haz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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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接下来呢 这个词是怎么读 Jid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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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ddan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 Han 的意思 就是阿拉伯语的 Han Han Jiddan Jiddan 当然Jiddan 就是在形容词后面写 不是 你看比如说中文里面的 我们说 很高兴 Han 就在形容词前面 对不对 但是在阿拉伯语 Jiddan 就是很 在形容词的后面 我们看 这个人看起来怎么了 他很高兴 对不对 他很高兴 他这里用了很 你看我们怎么用 阿拉伯语 Han 就是他对不对 高兴 就是 Saidun Jiddan 你看 这里呢 Han 就是在形容词前面 在中文里面 就是在形容词前面 但是在阿拉伯语的话呢 就是在形容词的后面 Han Saidun Jiddan 他很高兴 我们来看 他很相信 他是女的 女的 他 怎么说呢 Han Hazina 你看 新容词 新容词 加了 阴性的他 对不对 在新容 女的 肯定要加 阴性的他 Han 就是 女的他 Han Hazina Jiddan Han Han Hazina Jiddan 你看 Jiddan 就写了在形容词的后面 形容词 你要注意啊 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形容女的的话呢 一定要加个什么呢 阴性的他 如果你形容男的的话呢 就不需要加什么的 OK 就是如果是形容女的的话 一定要加个阴性的他 OK 我们来看啊 什么 这个我们以前见过啊 所以我们就是要 很简单的复习一下 什么 我们说了有什么呢 Mah 和 Mah 对不对 Mah 和Mah Mah Mah的话呢 就是后面的应该是什么呢 名词 Mah 后面的应该是什么呢 动词 我们来看 比如说 Mah 后面的应该是 要么是 这 那 名词 比如说 你看 我可以说 Mah 这是什么 Mah Hadhi 也是 这是什么 但是Hadhi 我们以前讲过的 就是 阴性的 阴性的 Mah Hadhi 就是 Naga 的意思 养性的 Naga Tilka Mah Tilka 就是 印尽的 Naga OK 就是 这个最重要的 就是 Mah 后面的应该是 名词 也可以是 知识代词 知识代词 像 Hadhi Hadhi Vadhi Tilka Hadhi 和 Hadhi 这是 就是 表示 这 的意思 Hadhi 是 阳性的 Hadhi 是 印性的 Tilka 就是 Naga 和 Tilka 也是 Naga 但是 有阳性的 也有 印性的 Mah 就是 一定 后面的 要用 什么呢 Mah 后面的 一定 是什么 动词 一定 是 动词 Mah Katapta 你写了 什么 Mah Darasna 我们学习了 什么 Mah Yaktubu 他正在 写什么 这个是 过去的 过去的 就是 在动词 的结尾 家 正在的 呢 在动词 的开头 家 这个我们 都讲过 就是 正在动词 过去动词 这个都 讲过 Mah Tadrusun 这个就是 复述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Li Mah 对不对 Li Mah Li Mah 是什么 意思呢 你看 Mah 就是什么 对不对 你看 把它们翻开 Li 就是 Wai 的 意思 对不对 Li 就是 Wai 的 意思 Mah 就是 什么 的 意思 对不对 所以呢 Li Mah 加 一起 的话呢 表示 的 意思 是 为什么 对不对 你看啊 Mah 我们学了 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 的意思 对不对 Li Mah 加了 Li Li Mah Li 的意思 就是 Wai Wai Mah 就是 什么 连一起 的话呢 就是 为什么 对不对 为什么 OK 你看 他是不是 很伤心的啊 要问他 你为什么 很伤心 我们来看啊 为什么他 很伤心 你看 为什么 就是在开头的 一文词 就是在开头的 Li Mah 他 就是 一言 伤心 很伤心 我们说了 很 在阿拉伯语 就是在 新容词的后面 对不对 新容词的后面 就是加 很 所以他表达的意思 就是 为什么他很伤心 Limada 就是为什么 Hia 就是他 Hazina 你看 我加了 隐形的他 因为 我是在说 他 就是 女的 对不对 你看 女的他 所以肯定 要加什么呢 隐形的他 上心 然后 很 就是在 新容词的后面 Limada Hia Hazina 跟我一起读 Limada Hia Hazina Jeden Limada Hia Hazina Jeden Limada Hia Hazina Jeden 就是 一文词 OK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个人 怎么了 是不是 上边的 对 是上边的 你看 干嘛 了 上边 阿拉伯语 是怎么说 Marid 跟我一起读 Ma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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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人 看起来 很忙 对不对 我们看一看 OK 这个我们 得一讲 这里你看 他说 他上边了 他 哪个他呢 女的他 就是Hia 上边 就是Marid 对不对 加了什么呢 隐形的他 因为他是说 女的 Jeden Jeden 就是Hen 的意思 Hia Marid Jeden Hia Marid Jeden 接下来 我们来看 他是不是很忙 看看起来很忙 我们来看 忙 阿拉伯语是怎么说 Meshul 跟我一起读 Mesh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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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要说 他很忙 他 难得他 是什么呢 Hua Meshul Jeden 他 就是Hua Mang Meshul Jeden 这个你们不要忘记 Hen 就是在阿拉伯语 Jeden 就是Hen 的意思 Jeden 就是在形容词 后面 就是在形容词的后面 Hua Meshul Meshul Jeden OK 接下来呢 我们看 这个你们看起来 很害怕的 对不对 很害怕 阿拉伯语是怎么说 Ha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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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要说 他很害怕 Hua Haif 你看 要问他很害怕的 对不对 但是我也要问 他为什么很害怕 你看这个句子 Limada Ant Haifun Jeden 是什么意思呢 Limada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为什么 Ant 就是你 对不对 Haif Haifun 什么意思呢 Haifun 就是 害怕的 对吗 Jeden 就是很 所以他问的 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为什么很害怕的 Ant 就是你 Limada 为什么 Haif 害怕 对不对 OK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大方 这个你看 他送他什么 礼物的 什么的 大方 阿拉伯语是怎么说呢 Karim 跟我一起读 Ka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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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他很大方 阿 Huwa 他 Huwa Karim Jeden 你看 Huwa 就是他 新容词 就是大方 很 我们说了 就是在 新容词的 后面 加 所以表示的意思 他很大方 怎么读呢 Huwa Karim Jeden Huwa Karim Jeden Huwa Karim Jeden OK 我们来看 这个人 你看 就是抱着 他的钱 就说明 他很 小气 小气 用阿拉伯语 是怎么说的 Bak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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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怎么了 Bakhil Bakhil 就是很 小气 就是你看 大方 Karim Karim 的 反义词 就是Bakhil 对不对 Bakhil 跟我一起读 Bakhil Bakhil 如果要形容 一个女的 她是很小气 是怎么说的 Hia 就是 女的她 Hia Bakhila Bakhila 就是要加什么呢 阴性的她 她很小气 你看 但是又问 Li Mada Anta Bakhil Jiden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应该知道的 Li Mada 是什么意思呢 Li Mada 就是 Mada 和 开头的有 Li Li 我们说的是 Way Mada 什么 所以为什么 Anta 就是你 Bakhil 小气 小气 Jiden 就是她表达的意思 是 你为什么 很小气 跟我一起读 Li Mada Anta Bakhil Jiden Li Mada Anta Bakhil Jiden Li Mada Anta Bakhil Jiden 你为什么 很小气 Li Mada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这两个 Li Mada 这个孩子 是不是很可爱的 是不是很漂亮的 对不对 很漂亮的 我们来看 Li Mada 或者帅 有同一个词 Li Mada 你可以说什么呢 如果是女的 她看起来是女的 这是要加印象的 Li Mada Jameel Jameel Latun Jameel Latun Jameel Latun 帅就是 Jameel 对不对 因为没有 印象的 她 漂亮 就是要 有印象的 她 因为漂亮 一般是 形容女孩子 对不对 帅 就是形容男的 所以男的 你可以说 Jameel 没有印象的 她 女的 就是加个 印象的 她 就表辞什么呢 形容女孩子 Jameel 跟我一起读 Jam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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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un Jameel Latun Jameel Latun OK 你看 我要说 她很漂亮 你看 Here 就是她 对不对 印象的 她 女的 她 Jameel 你看 我们用了 有印象的 她 表示印象的 Jameel Jameel Jedden Jedden 就是在形容词的后面 就是她很漂亮 这个人看起来 怎么了 很着急 是不是 很着急 对不对 很着急 着急 阿拉伯 阿拉伯语 阿拉伯语是怎么说 Mutawatt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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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焦急的意思 她要问 她很焦急 你看 她很焦急了 你看 Mutawattir Mutawattir Huwa Mutawattir Jedden Huwa 就是她 对不对 Mutawattir 就是 焦急 Mutawattir 你看 我用红色的 写 Hen 就是Jedden 因为你要知道 什么 在阿拉伯语 就是Jedden 肯定是在 新容词后面 Mutawattir 就是什么呢 算是 新容词 阿 OK 就跟我读 Hen Jed Mutawattir Jedden Hen Jed Mutawattir 就是 她很漂亮的意思 Huwa Mutawattir Jedden Huwa Mutawattir Jedden 就是 她很焦急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 就讲到这里 比如说 你很焦急 她很漂亮 比如说 她很大方 小气 这些我们都已经讲了 所以希望你们就是 好好地复习 背这些 比如说 新容词 这些应该会常常 听到 常常用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 就讲到这里 再见 Mutawattir Salam